记者统振国南投报道,行医近40年的南投县佛里基督教医院医师赖利行,在人脉相互驻村出生成长,有感于唯一的弟弟因病门哲,让他立志行医助人,并将所学完全奉献于偏院山地医疗。 日前他获得台北保安公第一届个人医疗奉献奖肯定,决定将100万元奖金捐给普吉,作为守护乡民健康与推动掌照基金,用行动回馈家乡。 赖利行今年65岁,目前担任普吉主治医师赖山地医疗科主任,父亲是南投竹山人,曾任虐疾防治员,母亲则是仁爱乡利行村泰雅族人。 赖利行于户主村出生成长,由于偏乡医疗资源严重不足,1965年即将就读小学的弟弟罹患日本脑炎病逝,痛失手足,也让他立定志向将来要行医救人。 赖利行考取高雄医学院公费生,毕业后经邮军医院的磨炼,他唯一志愿就是返回家乡行医。 1979年起担任仁爱乡卫生所主任长达16年,1995年专任新义乡卫生所主任,都是南投最偏远的地区,期间也参与结合病、慢性病防治所工作。 卸下卫生所主任后,赖利行转往台中荣总普理分院及普理基督教医院服务,身在普基的14年,也是投入山地医疗,近40年行医生涯都在山地相度过,曾经历赫博风灾,921地震,桃之风灾,新悦克风灾等重大天灾, 仍冒住生命危险深入偏乡部落,守护居民健康,日前获得台北保安公第一届个人医疗奉献奖肯定,并获奖金100万元。 但赖利行没有将奖金放进自己的口袋里,而是全数捐给普基,继续作为人拜乡民医疗及掌照的基金。 赖利行认为,部落人口老化问题更甚都会趋,更需要掌照资源进入于广设,因此捐出奖金希望能抛砖引玉,让社会更多医疗资源能够进到部落。